它对于东北人来说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玄学 盘点一下那些刻在东北人鸡眼里面的美食 首先第一个 布老林糖 这个糖可以说是东北的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糖 可谓是东北初代牛车糖的鼻祖 我姥爷家 他在电视下边就有一个木头的那种柜子 上面有一个小玻璃门 每次一到就会把那个小玻璃门给推开 然后去里面那个小铁盒里 看看最近有什么糖 这个布老林就是经常会有的一个品种 当然还有一些味话饼 有一些杏仁味儿 香蕉味儿的 哈密瓜味儿的 我们尝一尝杏仁口味儿的 它里边就是这样的 外边有一层这个黑色的 像是巧克力的这种外皮 在里面就是有一些碎的花生仁 我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吃过这个了 还是这么粘牙 刚开始咬下去的时候很硬 然后咬下去之后它就是挺黏的那种 个人觉得它是比较甜 里边的坚果的香味儿比较突出 讲道理我从小就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布老林 一个是太黏的我有点嚼不动 但有就是我不喜欢花生 但是肖安姐喜欢 这一堆一会儿全给她 下一位朋友 东北大榛子 过年的时候 家里必定有一个盒用来装榛子 看节目看这五级六寿的时候 就在那刻榛子 我手里这一袋的产地是宇宙的尽头铁领 这一批感觉还可以啊 挺大挺薄满 看 非常的香脆 有一点点反甜 在那个碧根果和夏威仪果开始流行之前 开心果和大榛子就是最受欢迎 顶流 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有请下一位朋友 黄桃罐头 这眼镜要么我先摘了吧 点卡鼻子 哎呦卡了印 黄桃罐头 它对于东北人来说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玄学 不管你是脑袋疼 腰疼 卡了腿 脚蛇了 大家去看你都会带一罐这个黄桃罐头 感觉这玩意儿啊 就能治所有的疑难杂症 一罐又到病除 小时候如果发烧 你妈肯定会搞一罐这个黄桃罐头 保不齐还会再来一罐山楂的 而且东北的小孩 他好像也就是深信这一理念 吃完之后 哎马上退烧 那不行 来吧猛男 猛男的执着 小样啊你这死 黄桃罐头一般都是大连产的 除了真心之外 临家铺子也比较常吃 个人感觉啊 我更喜欢临家铺子 他那个黄桃会更软弹一些 这个就是有一点直给的脆 下一位朋友松花淡肠 也叫皮淡肠 没夹住 萌萌萌萌有点儿 这个皮淡肠也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比较多 我们打开看看吧 这个东西标准吃法是不能直接啃的 你得放一些醋 蘸醋吃 真不错呀 真不错呀 真不错 这是市场里 它现罐的那个软不拉击的那个 更好吃 它软的那个地方 更水嫩 然后也没有这么咸 这个好咸 醋加上皮淡的这个 有一点色色的味道 就给它中和了 它产生新的美妙感觉 最后一个了 猪皮淡 这个玩意儿也是过年必备呀 加上我们这个蒜泥 又耿啾啾又入口即化 但它这个毛没给我去感应 吃口淘淘顺顺顺毛 那今天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